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赫伟说 穿透了对方方线之后 比埃拉面对着空门 非常漂亮的一个进球 这个和上半场攻势的比例倒是符合的 横传过来也是空门 这个球八坎布这要的是一个空门的机会 横传过来也可以 裁判得到了视频裁判组的提示 那样的话 比分还是0比0 刚才直传的那一瞬间 比埃拉越位 进球无效 裁判第一时间也没有举其示意越位 助理裁判给提示了 奥古斯托脚腕一抖 传出了一个直线 渗透球 奥古斯托传球的时候是不越位的 董武之则说 这就是传球的隐蔽性 在奥古斯托他横向移动观察的过程中 时刻和与海内部的空间没有关闭掉 这一下比埃拉可以确定是 并没有处在越位的位置上啊 回放的判法值得商榷 在有充足的时间观察的过程中 视频助理裁判其实可以提供更加准确的判断 很多欧美的裁判和澳大利亚的裁判相信视频助理裁判 他不会自己去看 但是前提是助理裁判提供信息和判断是要准确 而不能说本末倒置 对于浩克的进球 赫伟说 他的身体真是强壮 确实扛不住他 吴磊这个球处理得非常好 不着急 时中国再过来补防 晚了 上岗的队员从容了 很多 如果输给上海上岗 国安在联赛调队 董武之评价 浩克像一堵墙一样 移动了城墙 对于上岗的胜利 赫伟说 比赛对抗非常激烈 这场比赛 应该代表中超最高级别的水平 董武之则指出 比赛竟时间很足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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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